桃園齊柏林的紀錄片看見臺灣 引起這國土保佑的問題討論 也有修法 最近台中市政府是開了三百多萬 請齊柏林團隊用空中來協 協這七分沒的 台中心動 齊柏林說這也讓他看到台中不一樣的水 為空中看不一樣的台中 那一開始 台中的關擾 一檔一檔 為白的記起來 為關注來看台中 看見都市發電的所影 當在大學路十一九段 台中公和福新庭 這都是台中的地標 用空中的角度 也有另外一種的味道 尤其是讓導演齊柏林最感動的 就是由空中來協 大家在南京 媽祖真香 看到他自問風情 也看到信徒的熱情 寶山有個寶海的大台中地区 有經濟發電極重的地方 也有美麗的海峰 高美師弟跟木棧道 在空中看起來 就親自是一百美麗的圍 準備了半年 空中點下三天的時間 台中市政府花了三百多萬 找多元齊柏林來 那個七分半天的台中心動 希望大家看到台中的水 以後關心到形態 環保二代的多元齊柏林 這次希望大家用一個美麗的神情 來看台中 你會發現到 它是一個風情萬種的一個城市 從港口 然後現代化的都市 到歷史建物 高美師弟它有一個木棧道 跟我過去在紀錄的時候很大不一樣 過去的時候 大部分的遊客是踩在師弟上面的 那現在透過木棧道可以 減少師弟的影響 然後另外又可以更親近師弟 因為這次的那個 這個拍攝的規模並沒有那麼大 經費很少 對 你並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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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全面很深入的到每一個地方去 台中心動接連壓批 將會在這個月22號23號 在台中的戶外圓滿聚場 來公開演出 這天也會當場來進行 跨起台灣的影響 後面就維持玻璃的 苗鏘鏡頭的腳 跨起到台中最漂亮的一面 繼續從下報導 歪嗯 5月2日